一大兩千六百塊錢 謝謝阿武三千塊 大聲要喝桌上擺滿 鱈魚瞎子拿起鐵齒 拍桌叫賣超有氣勢 七百塊一次 有沒有人要加一刀一百 一刀一百大步賣進 七百兩次 謝謝毛總成交 捲入桃色風暴的麻又欣 沒細拍但要直播賣海鮮 和網友拉近距離可不容易 除了得不顧形象 一開始叫賣太起勁 喉嚨還差點發不出聲音 好手好腳 我也只會拍戲吧 幹嘛要賣房子 那我覺得 當然很多行李我能做 只是說有沒有人給我這個機會 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我都願意去接受 馬又欣其實苦熬了半年 因為被女星唐紹軒誣告 性侵後一度零收入 現在靠直播賣海鮮 兩天賺盡四十萬元 Focus不是放在我們的商品上面 而是放在這個事情上面 去留一大堆酸民 我很擔心 但是還好所有進來的朋友 很理性的沒有去留什麼東西 馬又欣也感謝有人 許先生給機會 如今成了直播網紅 不只馬又欣 林又欣也兼拆直播賣海鮮 一天最高賣出四十萬元 不過馬又欣也坦言 自己還是有戲影想拍戲 我也跟他溝通過 他很諒解就是說 如果你有通告 有任何的電視通告 或是有戲劇邀約的話 當然是以你的主業為主 馬又欣也說 因為直播抽成高五五分賬 高於購物台代言費 寄許多藝人加入直播戰場 就不想化妝 可是還是會拍很多海量的照片 推銷美妝品 小小魚曾自曝 直播三天就能賺進 杜拜十天的旅費 一級收入相當於 電視通告的八倍 小可愛是像這樣綁帶的 那種小可愛 藝人小扣的網路直播 更橫跨兩岸 兩個小時就能賺進五萬多元 眼看直播商機驚人 讓不少藝人靠著直播 再次翻身撈金 記者洪希李文柯 台北報導